陪了81岁谢贤12年,到头来被一脚踢开,32岁Coco生活大变样。 说起谢贤大家应该不怎么陌生吧?老一点的网友知道她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当红小生,风流涕躺迷到万千少女。 年轻一些的网友则是认识她的儿子谢霆锋,作为匹率界的扛霸子人物。谢霆锋既是演员也是歌手,当年也是红遍大江南北,只不过后来沉迷与家庭的欢乐之中,如今兼职了厨子,最大的收获就是和王妃的旧情复然了吧。 说起谢贤可谓是风流本性,是娱乐圈这名的花花公子,年轻时自不必说,在迎娶迪波拉之前便已经有过一段婚姻,后来婚后和迪波拉一拍即合,两人不甘寂寞随后和平分手,恢复单身之后迪波拉嫁给了藤麦自己的老公,而谢贤就是老当义壮,找了个比自己小49岁的女友,真是厉害了。 说起谢贤的女友Coco,别看年纪比谢霆锋还要小,但是饱经沧桑,遭遇感情挫折在酒吧遭遇成熟稳重的谢贤,两人随即坠入爱情的河流之中,而Coco对于谢贤的爱情无疑是纯净的。 陪伴12年即使没有名分依旧不离不弃,而谢贤也是十分疼爱,直言两人不要孩子是不想耽误女友。 不过此前传出两份败败的消息,真是令人唏嘘啊,Coco用12年的花让年花却还是没能挽回谢贤,而谢贤更是没有分给她一个钱子儿。 和谢贤分手之后的Coco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,不过生活也是十分潇洒啊,但是十分孤单,才32岁的Coco可以说是大好年华,希望她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。 看过这张照片才知道,难怪黎明不要她,网友,虚伪,丑陋,王,张学友,刘德华,郭富城,黎明,这四位男神在香港的娱乐圈成为了不可替代的神话,从初到到现在依然星光闪耀,而各自的婚姻幸福却大不相同。 张学友凭借自身演唱的实力成为了大众最认可的歌神,张学友和罗美威的爱情也被娱乐圈视为楷模,学友哥在娱乐圈打拼多年几乎是林飞文,能多年如一日做到这样的男明星真没几个,不得不让人佩服。 刘德华和朱立宪的婚姻自从被曝光后,二人也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媒体面前,作为老公的刘德华每次出行遇到记者都会挡在妻子的前面为他开度,时时刻刻都在体贴和照顾着家人。 在四大天王中,刘德华的演技最好,拍摄的影片也是最多的一个,与张学友在圈内的名声一样,少有绯闻传出。 郭富城是最晚进入四大天王名列的一位,长相俊美,颜值在四人中是最高的一位,跳舞水准一流,当年受到梅艳芳的赏识进入娱乐圈。 成为天王之后和熊盖林又过一段长达七年的恋情,最终仍然已分手结束,郭富城将熊盖林称之为不合脚的鞋子,相恋七年才觉得鞋子不合脚。 外界对这位即将成为准天王嫂的女人倍感同情。 现在郭天王牵手摩克出身的方圆过着低调的幸福生活,近期方圆也为郭天王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宝宝。 三位天王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,只有黎明的婚姻让喜欢他的网友表示遗憾,黎明在很早前和香港的部分女星都传过绯闻,包括舒淇、周海美、李嘉欣, 甚至还有韩国的惊喜善,但都没有走在一起。 最后选择了和自己年龄相差16岁的乐吉尔结婚,08年结婚12年离婚,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4年,外界对这段婚姻褒贬不一。 离婚后的黎明对前妻和过去的事情闭口不谈,集中精力专心在工作上。 而乐吉尔享受了4年的天王嫂头衔为她赚足了人脉和名气,离婚后的她更加逍遥快乐,各种应酬和档期牌的满满的,俨然一副大牌明星的样子。 据说黎明为了挽救这场婚姻在乐吉尔身上花费7.5亿,结果却依然分离。 网友感叹,这场婚姻乐吉尔才是最大的赢家。 前段时间,乐吉尔出现在香港某品牌的邀请会上,一袭长裙穿出了不一样的气质,前短后长的裙子似乎是专为绣出一双美腿而定制的。 为了吸睛乐吉尔也是蛮拼的,就在记者要求拍照时,尴尬的场面出现了,乐吉尔双手在不停地捂着自己腿部的位置,意识到自己穿着过于短时,却没有回避,还不忘记将灿烂的笑容留给镜头。 有网友评论,既然刻意穿这么短,为什么还要五呢?真虚伪,难怪黎明不要他。 关于两人离婚的传闻,之前就有人说黎明在香港的人脉和人缘非常好,和上流社会的接触比较多。 乐吉尔和黎明相差16岁,在为人处事的观念上和黎明有很大的差距,两人在一起很难做到夫唱夫随。 乐吉尔更倾向于自由自在的个人生活,不喜欢被传统的家庭观念束缚,所以很难做到初双入对。 由于年龄差异和文化观念不同形成的代沟,很多婚姻都以短暂的时光结束了,黎明和乐吉尔并不是个别现象,它们也只是这种现象的其中之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